嗨,大家好,我是阿邦,我又来了 今天呢,我就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走法 走法,英文就是所谓我们用的elbow elbow,ok,现在我们先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elbow呢,它叽叽的部位呢,这边 一般上它有三个叽叽部位 第一个叽叽部位就是这个尖的,这个 这个圆的部位哦 再接下来呢,就是这边哦 这边,差不多一半啊,差不多 40%of我们的这边的范围,差不多是这边 有时候甚至用到一半哦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哦,这个范围 然后其实这边也是很有 比较少用啊,好像 有时候是我们用拿来 这样用的时候啊,这样 这样用的时候,这边偶尔会用啊 是说主要是这三个咯 这边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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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,辽国拳,然后还有一个 潜不在啊,是什么 我忘记它的名字去了,然后还有 泰拳哦,当然,我们大多数看到泰拳哦,那如果说是 呃,中国武术里面呢,比较有用的,全部其实是每个拳法都有用 是说它是多还是少不了,如果是说中国拳法,比如说八级拳啊,八级拳他们最经典的两个,那个外门顶舟啊,和那个里门顶舟啊,然后还有就是啊,这两个,还有啊,还有就是靠近啊,免泰地方的那个啊,最近这几年星期的那个叫做啊,羊拳啊 啊,羊拳啊,啊,羊拳,它跟,它比较靠近哦,它比较靠近泰拳的那个,那个支流咯,OK,所以一般上,呃,走法呢,它有分几个的走法,一个是这样子,这边咯,然后,上咯,然后下,我以前一个老朋友的父亲呢,他就很厉害一些泰拳,他就教我一早,他说,我, 泰拳,他的,他的走哦,其实就是好像,斧头啊,他是斧头啊,他是,他形容啊,他是斧头啊,所以他从,他是从,上面下来啊,这样子,然后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咯,然后,有时候你看,我们看那些,啊,防生树呢,哈,就是有些就是这样子,这样子呢,又向后, 然后,然后,或者是两次向后,这样子,两次向后,这样,这样上后也可以,或者是你这样子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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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,他的用法呢,几个用法,或者是,这样子也可以,或者是,这样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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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连贯也可以, 这些是,呃,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,是他的用法,以后,要怎样用,或者是,他的发力什么,又在另外跟大家讨论哦,所以这一集就,讲到这里哦,啊,谢谢大家,bye